今天用南瓜给你分享一个大人孩子都喜欢吃的作画 软弱香甜又酥脆 作画也简单 现在呢正是吃南瓜的季节 口感非常的香甜 而且价格也便宜 先将南瓜削掉外皮 去枝以后切成薄片 装入盘中 放入蒸锅 水开后蒸上10分钟 南瓜已经蒸熟了 倒在一个大盆中 加入一勺白糖 不喜欢吃太甜的也可以不用放 用勺子把南瓜压碎 像这种很细腻的状态就行了 接着往里面加入糯米粉 边倒边搅拌 南瓜中的水分已经足够了 这里不用额外再加水了 搅成面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糯米粉没有什么筋性 只要揉成面团就可以了 先放在一边备用 下面准备一个盘子 倒入适量的面包糠 接着揪一块南瓜面团 放在手里团圆 再捏出一个窝窝 中间挤入一点豆沙馅 把口捏盐饰 再团圆 尽量不要漏馅了 先晃在碗中 沾一层清水 然后再晃入盘中 裹上一层面包糠 用手再捏一捏 这样沾得更牢固 锅中油热后 下入丸子上锅炸 等丸子定型以后 用盘子动一动 防止三连在一块 同时也能让丸子受热更均匀 全程用中小火慢炸 才能将里面炸熟炸透 一直将表面炸成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捞出来控油 用南瓜这样做成糯米丸子 表面金黄金黄的 吃起来外皮酥酥脆脆的 里面软糯又香甜 加入了豆沙馅 一口一个老香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